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有关算法中链表面试题的一道链表相关的算法题变种 它的要求是给定一个链表 让我们判断一个链表中是否存在一个循环 也就是说链表中是不是有一个环的存在 如果有的话,那么要求我们给出这个环的长度 同时呢,算法要求我们的时间复杂度必须是ON N就是这个链表中节点的个数 空间复杂度是OE OE就要求我们的算法在运行过程中不能分配新的内存空间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图论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在图论中有一种算法叫做深度优先搜索 也就是我从一个跟节点出发 着次的从这个根据这个节点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指针往下走 一直去变利 那么这种变利呢 怎么判断我变利一个这个链表的时候 有没有重复变利到原来已经变利过的元素呢 如果发现我变利到原来已经变利过的节点的话 这就表明我变利的路径中形成了一个环 大家看在这里面一个图 如果用深度优先搜索的话 我们会先反问节点1 然后节点2一直走走走走到节点9 节点9再往回走了 再走下一步的时候又走到了节点4 那么如果在这个深度优先变利的过程中 我们每变利一个节点就给 我们就生成一个这个用一个标志位 复位于每一个节点 当我变利过每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节点对应的标志位设置成处 那么每一次变利这个节点之前 我先看这个节点的标志位设是不是已经是处了 如果是处的话 就表明我们已经重新变利到了原来已经变利过的节点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整个变利路径上就有环场生了 但这样做的话 有一个这个要求就是 我们必须为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标志位 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满足我们在我们的题目要求了 题目要求是判断这个环是否存在的时候 不能分配新的内存 因此如果我们要详使新的内存的话 但这样的话就不能够符合原来提议的要求 这样的话像原来这种 深度优先变利的这种做法呢 在这里面就不大适用 因此我们需要想一个新的问题 新的解法 那么假定对于我们现在给定的这个图 大家看从节点4开始 一直到节点9 然后又回来变利到了节点4 这里面形成了一个环是456789 那么我们怎么检测这个环的存在呢 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要想到的一个需要我们想新的办法 只需要通过这个便利对这个节点的便利就能够识别出环的存在 对于造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那先给大家想象一个这个情景 就是在一个圆形跑道上 那么两个运动员 假和乙同时处于这个跑道的起点处 如果假跑的速度是乙的两倍的话 那么当我们同时起跑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如果假的速度是乙的速度的两倍的话 那么当乙跑了半圈的时候 假正好跑到一圈回到了起点处 那么乙跑完一圈回到起点处的时候 假正好跑了两圈也回到起点处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圆形跑道 那么只要乙跑的速度是乙速度的两倍的话 那么他们最终会在这个起点处相遇 那么根据这个比方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去判断 这个我们的链表中是不是有这个环 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先拿两个节点放在这个链表的这个初始节点 然后其中一个指针每次走两步 也就是说前进一次的时候 每次便利两个节点 那么另一个指针 前进每前进一次只便利一个节点 然后让他们一直保持这个便利的动作 如果这两个指针相遇的话 就能够表明我们这个队列中含有一个环了 OK这是一个算法的大概思路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算法是可以实施的 我们往下看一下 那么假定 大家看一下 如果假定我用两个指针 指针H1和这个指针H2分别处于这个节点一处 然后让指针H1和H2同时前进 那么当这个H1每次前进一次的时候便利一个节点 H2每次前进的时候便利两个节点 那么当这个H1往走到这个节点四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H2能够走到节点七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走到节点七 这样的话此时呢我们这个节点七如果顺时针看的话 那么节点七跟节点四之间还相距两个节点 这两个这个距离我们用一个数字D来表示 大家看在这里面这个图形 这么H1走到这里的时候 H2已经走到这了 那么这样的话从顺时针来看的话 H2在H1和H2之间还差两个节点 分别是8和9 OK那么我们用一个这个变量叫step count 来表示我们前进的次数 那么当给定前进的次数是step count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H2这个指针呢 一次便利两个节点 所以当经过step count次数走前进之后呢 H2便利的节点数是2乘以step count 那么由于H1一次便利的这个节点是1 所以经过这个前进这么多次之后呢 那么H1指针经过的这个 经过的这个 节点的数就是1乘以step count 那么在这里面呢 如果那么当他们两个指针进入到这个 环的这个节点中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其中一个节点走的是 一次前进两次 两个两个节点 其中另一个指针只是一次前进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H2前进的速度是H1的两倍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 即使H2和H1之间相差一定的这个节点 也就是有距离 那么我们仍然能够保证 他们只要持续的前进 他们必定在这个环中的某一个节点处相遇 这是这样的 假设他们相遇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呢 假设经过这个step count次 在这个H1处于节点4 H2处于节点7的时候 他们持续前进 持续前进到一定的次数之后 假设他们相遇了 这时候这些数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如果当这两个节点相遇的时候 那么这个指针H2经过的这个节点的这个次数 减去这个H1经过节点的次数 并加上这个D 也就是前面这个距离 最终得到的是这个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圆环长度的整数倍 也就是这个K 只取的是1,2,3等等 那么当K取1的时候 就表明这个H1和H2第一次相遇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 只要因为我们有这个等式关系的存在 等式那么大家回去 自己可以判断一下 稍微用笔算一下 这个关系是成立的 因为他们肯定能下 如果他们相遇的话 这个等式就成立 那么这个等式成立的话 只要这个step count取值足够大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使得这个 这个差值正好是这个 circle length 也就是这个圆环的这个长度的整数倍 那么第一次相遇了 由于我们这个step count呢 是我们程序可以控制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程序 控制这个H1和H2同时前进 并控制这个前进的次数 使得这个次数足够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满足这个不等式 这个等式 同时使得这个K等于1 那么当这个K等于1的时候 这个step count增加到足够大 那么这后左边的这个数的增加 就会使得就会满足他们的差值 正好等于一个这个圆环的长度 于是这个两个指针呢 就在这个圆环中的某一个节点就相遇了 那么这时候是第一次相遇 第一次相遇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链表 就是包含这个包含一个圆环的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们也可以满足 根据这个数学宝达式呢 我们可以当K等于1的时候 我们只要让我们的程序 推动两个节点不断的前进 使得这个等 使得当K等于1的时候 两个这个指针相遇 我们就知道 这时候这个链表里面含有一个圆环了 那么当这个 这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当两个链表 两个指针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满足这个不等式 也就是满足这个等式 也就是K等于1 这时候他们两个 他们这个等式的差值 给出了这个一个圆环的长度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保持这个两个指针持续的前进 一个前进 H1前进一次便利一个节点 H2前进一次便利两个节点 直到他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对链里面有环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圆环的长度 那么假定呢 我们经过这个T1次 前进T1次之后呢 两个指针相遇了 两个指针第一次相遇 所以K等于1 那么把这个T1带入到这个step count里面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是公式1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他第二次相遇的时候 经历过T2步的时候 前进T2次的时候 两个指针第二次相遇 也就是K等于2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公式2 我们把公式2减掉公式1 看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 公式2减去2减去1的时候 最后得到一个这样子 就是T2减T1等于Circle Lens 也就是说 我们用第二次相遇时 两个指针前进的次数 减去第一次相遇时 两个指针前进的次数 所得的差值就是这个 所得的差值就是整个圆环的长度 根据我们的 大家看就得到的是这个 Circle Lens Circle Lens就是这个圆环的长度 这样的话我们的算法就可以满足 不用分配新内存的情况下 单单依靠指针对这个对列的便利 就能够判断对列是否有环 同时能够给出这个环所存 环的长度大小 我们回过头想一想 如果这里面假设我这个里面没有环到9之后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我们会我们的算法会怎么样呢 到9就结束了之后 因为我们某一个指针 假设H1或者啊 如果到9就结束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H1肯定是会指向一个这个空元素 那么我们在程序中只要发现某一个指针 某一个指针指到了一个空元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止这个前进的操作 这样的话我们的程序就可以退出来 这样由于只要我们发现 在整个前进过程中有某一个指针 指向一个空元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对列中不包含有环 OK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首先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在这个 List Utility里面 我们做了一些改动 那么这个函数呢 Carristicle呢 是用来去构造一个含有环的链表 那么TotalNum呢 NodeNum呢 用来指定一个对列的总长度 那么这个Soconum呢 NodeNum呢 就是用来指定这个对列中这个环的这个长度 我们首先用前面提到过的这个Carristicle函数 先构造一个这个没有环的执行链表 紧接着用我们把最后这个最后一个元素 指向链表中的某一个元素 从而形成一个含有环的一个循环链表 OK这是我们增加的一个这个增加的一个一个函数 在这个no里面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这个布尔变量节点值 这个节点值呢 不是用来去 没有在我们的算法中去运用 只是用来我们去打印这个 因为我们去打印这个链表的时候 现在有环的话 如果我们不判断这个是否有环的话 我们这里面打印的时候会陷入死循环 所以增加这一个 我们这里面增加这一个变量呢 只是为了打印方便 它这个变量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算法实现中 OK 那么真正实施这个算法原理的是在 我们这个CircleList Java里面 那么GetCircleLens呢 就是用来去检测对列中是否有环 同时呢 同时呢 如果有环的话 我们返回这个环的 我们返回这个环的 返回这个环的这个长度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设定两个指针Step1和Step2 Step1呢 一次前进 每一次前进的时候便利一个节点 Step2呢 前进一次的时候呢 便利两个节点 大家看 Go1Step主要是用来去让这个指针1 Step1前进一个节点 那么如果它指针2 那么如果它指针一个空节点 或是它下一个节点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立马返回一个False 也就是说这时候对列中不含有环 那么Go2Step的时候呢 就是指针2一次前进两个节点 当指针2指向一个空元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链表中没有环 这时候立马返回False 要不然的话它进行两个Next 也就是它走两步 然后返回处 在我们的这个Gasco主循环中 我们分别通过这个Go1Step和Go2Step呢 让这个两个指针一次前进一个节点 和一次前进两个节点 那么一直这么前进 如果这两个节点指向的这个对象相等的时候 就表明两个节点相遇了 相遇的话 我们统计一下相遇的次数 那么如果第一次相遇 我们就记录下第一次相遇时前进的次数 第二次相遇的时候 我们就统计一下第二次这个相遇的次数 那么两次相遇时的这个前进次数一减呢 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圆环的长度 那么这个理论 这个基本原理在刚才我们已经推导过了 OK 在我们的这个主函数入口中 首先呢 我们先构造一个含有十个节点 大家看 比如说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含有十个节点 这里面这个节点里面有一个 这里是012 OK 我们还有 还有 还有九 还有十个节点 同时有这个 跟我们这个图有点区别 假设我们还是构造 还有十个节点 那么这时候 这个节点的这个元素的个数 环的个数是六个 这样的话 然后用我们的算法走一遍 看得到的这个圆环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构造一个十个节点的 十个节点的这个 一个执行链表 它没有环 我们再用 再跑这个同样的函数 看一看 我们去计算一个没有 不含有圆环的这个对列的 不含有圆环对列的这个 我们的算法能否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好 我们运行一下 OK 这时候我们就往下 我们用最后一个这个圆环 这个对列的最后一个节点 指向一个前面某一个节点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环 那么当前最后一个节点是九 那么指向另一个节点是四 这样的话九指向四 OK 九指向四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图形里面的 最后一个节点九 会指向四 OK OK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构造一个 我们刚才的这个 我们跑一遍 刚才我们这个 Gate Soco Lens的一个算法 我们看一下得到的这个圆环 得到这个圆环的这个 个数是六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图 比如说在这里面 一 我们看我们圆环里面的这个长度 一二三四五六 看 我们整个圆环正好是六个节点 这么说来 我们这个算法初步看起来 应该是正确的 我叫做 OK 我们得到这个Lens of Circle是六 也就是说我们算法 也算是正确的 那么接着继续 我们生成一个没有圆环的 这个执行对链 看一看 我们这个算法能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OK 如果是给定的是一个没有圆环的对 对列的话 我们给出这个对列里面圆环的长度是零 OK 这么看来的话 我们的算法应该是准确的 那么大家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算法呢 并没有分配新的这个内处空间 所以我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OE 由于我们的算法呢 只是对这个对列的节点进行便利 如果这个对列的 如果某一个节点不在 如果这个节点是在圆环之外的话 那么这些节点最多被我们两个指针都便利一次 如果这个节点在我们这个对列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节点因为我们要想使这个指针要相遇两次 所以这里面的节点最多被我们的这个指针便利 也就是访问次数不超过三次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算法的复杂度就是ON 也就是这个链表的 是一个线性的这个算法复杂度 因此我们这么做 我们的算法是符合这个题目的条件要求的 OK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内容 谢谢大家